说印度最大的航空公司之一 捷特航空 在多名飞行员 以自我感觉不佳为由 拒绝上班之后 取消了原定11月2号 和3号起飞的14家航班 实际上这些飞行员 是在抗议拖欠工资 同时也是对印度全国飞行员协会 不愿意与管理层 共同解决这个问题表示不满 捷特航空公司 向被取消航班的乘客道歉 并表示他们将全额支付 作欠员工的费用